为了鼓励民众不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带 华联县环保局和吉安湘公所合作 率先在庆丰市场举办了购物用塑胶带减量活动 5月1号起到10月31号 民众只要自备购物带到庆丰市场消费 就可以几点换毫里 而吉安湘公所也加码提供了电动脚踏车等丰富奖品 呼吁乡亲要养成减塑减碳的习惯 共同来打造永续绿生活的优质环境 减少碳排放从生活当中就要养成习惯 为了宣导减少使用一次性塑胶带政策 华联县环保局和吉安湘公所合作 在庆丰市场举办了塑胶带减量活动 推出几点送毫里 吸引乡亲和摊乡业者共同来配合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在市场里面 其实是塑胶带使用非常多的 譬如说不管是买肉买蔬菜 我们买一个水果就是一个塑胶带 买肉就是塑胶带 买蔬菜也是一个塑胶带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倡说 就是我们自备购物袋 或是自备环保餐盒 环保容器来装这个肉啊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不管是生食或熟食 都可以用自备的方式来做这个塑胶的减量 虽然塑胶它很轻 可是它其实是很难分解的 就算是它分解之后 它也是会产生塑胶微粒 造成环境上的污染 那我们希望想应这个 做环保呢 做这个塑胶带的源头来减量 所以现在这边 这是花莲的第一个试办的活动 第一个试办的地点 来到市场内 虽然大部分民众还是习惯用塑胶带 不过也有民众非常有环保观念 带了环保餐盒 或者是重复使用塑胶带来响应环保 妹妹你怎么会想要拿这个盒子来装呢 就不叫环保 而且回去之后也不会有很多垃圾袋 就有时候垃圾袋不知道放哪里 就造得比较乱 然后你盒子你还可以收好 还可以继续使用 不是我就把那个用过的弄一弄 把它折起来 然后外出再带来就好了 如果用好多次的 就把它当垃圾袋这样 这样好处是什么 环保啊 对啊不要那么多塑胶带 简香工所也加码响应 这项剪塑活动 净磷碳排节能减碳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携手共购维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推展工作 在公有市场配合环保局 简香工所提出有力作为 只要是配合环保局拿到兑换券的乡亲 可以再加振一张摩采券 我们今年提拨了两台的电动脚踏车 三台的脚踏车 以及一百份的精美礼品 再来进行摩采 希望能鼓励捷安的乡亲 公有的市场 一起来共购 这样的洁净家园 甚至于是节能减碳 共同有效的作为 一起来努力 5月1号起到10月31号 民众只要制备环保袋 二手塑胶袋或者是容器 到清风市场采买就可以几点 几满20点可以兑换环保好礼 还有摩采券一张 数量有限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购物 几点换礼 筹好康 借理会接下相报道